大家好 我现在已经到社县了 我一路从基西过来的 然后到达社县 走的国道 一路特别好 今天是5月2号 我出发的第32个城市 我是一个要走遍所有安徽人家乡的男人 看看爸妈 你看这绿水青山 漂亮吧 射线我来了 冲冲冲 今天天气真的很好 要不然喝点水吧 在交界处喝口水 天开始热了 然后就非常想喝水 这是两升的 这是厂方形的比较好放一点 椭圆形的不好放 椭圆那是1.5升是4块钱 这是 5块钱 要出发了 它大概还有10多公里吧 又是一个美好的一天 估计马上这几天就会下雨了 走遍所有老乡的家 走遍所有安徽人的家 冲冲冲 一路往南 群山环绕 这真的很棒 真的很舒服 今天天气真的很好 拍起来也漂亮 不过接下来几天就是没有那么好了 离射线还有16公里 明天去 明天去晖州和屯西 射线是我第二次来了 我记得我第一次出发的时候 现在的路坡还是比较小一点的 我怪不得 是 怪不得 设县这个地方 以前人口比较多呢 它这边在黄山地区能种植的地方 就是比较多一点 在农庚时代 设县 狄院是个好地方 贵州名字就好听 我已经从安徽的最北边 已经起到最南边了 快到最南的位置了 哇 这边真是能种的地非常多 但是说应该这边 好像很多人都是从黄山那边回来了 因为假期会结束了 然后明天天气也不是很好 所以说很多人应该都选择回来了 好 就先聊到这吧 我们市区见 伙计们 我已经到闷队城区这边了 我现在要去羽羊霸 羽羊霸大概还是三公里 到了黄山就是安徽的美面 脸面 我去羽羊霸的一个目的就是 我今天吃的鸭很好吃的馄饨 在那边吃的 它就属于县城里面了 我感觉人特别多 到了明天后天应该就人就比较少了 社会还是比较热闹 而且这边小亭子多 我到黄山这边地区这边就 基本上就不怕找不着晚上睡觉的地方 那次我来羽羊霸就也挺开心的 反正我去完古城 然后去羽羊霸那天反正开心 其实我还不是特别喜欢吃馄饨的人 但是我就觉得下次来 我一定要馋一馋 刚好我早晨都没怎么吃饭 买十万也那么饿 就在这边去 大家好 我到鱼羊霸这边了 然后一路都很漂亮 然后我们一起店里面车绕一圈吧 就上次我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这个鱼羊霸 当时我办了一个安徽省年卡 然后免费旅游 从现在他们也不要门票 这个门 门可以过来一下看一下 啊这边有个很高的下坡 大家注意一点 我要注意一点 当地人还是骑摩托车比较多 这下面也钓鱼的 还是一个比较 我喜欢的一个地方吧 所以我第一站就来这边了 下面的人很多 景色也很好 然后这边还有很多游客 在这边玩 下雨看看 这下面比较好 就是哎呀 看来看 就看太多了 雨郎古街 之前免费好像还挺贵的 就这样看挺好看的 爸妈 你觉得怎么样 爸妈肯定给我点赞 爸妈都没来过 从这边看这样的房子挺好看的 而且今天天色也很好 很多人在这边玩 很多人在捞螃蟹是吗 很多小孩 一只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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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那边 看看 特别的景色就是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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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就很平静 这边就很平静了 好 我没上去了 去上面走一走 在这边可以看老宅子呀 老房子一些东西 这一条小船 这样看也挺漂亮 爸妈 你觉得吧 你觉得这个漂亮吗 因为今天天气好 我上次来的时候 天气也没那么好 你看这个小姐梯 拿一个包很累 而且以前都很滑的 因为他们用当地的石头做的东西都很滑的 走几步就有点累了 所以我还挺喜欢这里的 其实这可以提电米车进来的 挂脖子上吧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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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他们都在吃这个 嗯 你看 总之我是手推 羊把 炸的毛豆腐 那我们能够收到这 啊 挺有问题的 带大家一起走一走 感受一下 这里面很多都可以逛 你找个导游 我也听不懂 我也不懂 就随便看一看 这种老房子 你看 你看 有一只猫 活动的猫 喵喵喵 喵喵喵喵 他跑了 回一会儿养债 鱼羊街 鱼羊街 不错 啊 我到底在这个大门了 那个羊门那边我去过了 然后 然后 上去看看 鲑鱼 这应该这里面都是卖吃的 卖什么 逛一逛 时间逛一逛 最近棉花糖都特别红 人还好 上午人比较多 可能旅行团都走了吧 中午的时候都没人逛 上午人超多 我看到门口都满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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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我上次没来这边 我就觉得这边就是一个商业区 所以就没必要来 就没必要来 上次来都没怎么下雨 专业迎天呀 但是天气呀 这边人有很多了 大家逛一逛 我还没有来过 上次就是葱葱葱葱葱的就在社县坐了一晚 然后就走了 我感觉跟商业节没那么区别 都是游客 哎呀来的不是时候 它挺大的里面 四大古城里面最大的一个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灰块建筑就是好看 虽然太腻了 但是有时候 某一看 还是不错的 你看 都观光客 因为我之前来 有很大的区别对吧 他们让我骑电米车进来 现在都免费了 哦终于出来了 全部都看都是谁 哈哈哈 爸妈 你看 景区就是这个样子 今天去屯西了 就这样穿过来穿过去还是挺 挺有感觉的 虽然说看腻了看腻了 反正一定很有当地一个特色吧 人太多了 进不下来欣赏 人少的时候能进下来欣赏 爸妈你看青山绿水 我晚上在这睡也挺好的吗 晚病应该也不吵吧 别人晒的竹子 竹笋 我没安徽的梅面呀 就是这样 不错吧 这样看真的很漂亮 它是电动的吗 我来个小区充电了 现在是下午的三点多 这个小区不错 把我两个电池都充满了 就要一块钱 这个小区还是很棒的 不要不要叫什么小区 我中午坐在椅子上已经睡了一会儿 睡着了 估计就是他们的城区 不是那种景区那种部位 哎这边有卖小烧饼了 要不要买个小烧饼呢 我看排队了 但是人有点多 我已经找好我晚上睡觉的地方了 今天晚上在这边睡 有小亭子 而且也够长 那位置非常好 就在河旁边 我不知道明天早上是雨天还是怎么样 反正今天晚上我要再去露营了 哦 黄山就是美啊 那这白帮子 这样一看 我的天哪 虽然 虽然 哎呀 看多了 但是应该 这个震撼力还是有的 你这样看啊 还是挺漂亮的 这边方向是古城吗 我都没开导航 呵呵 天气真的开始热了 带大家看我今天晚上露营的地方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就在这边 你看眼睛还多吧 蜜雪冰城都排队 我的天哪 到了湾南这边 消费就开始比较贵一点了 要给湾北比 哇塞 一碗面条六七块 中午已经睡着了 我也服了我自己 就坐在椅子上玩手机 带着我睡着了 大嫂今天上午 把所有的视频都上场了 这个桥就算火桥了 叫做万年桥 这个桥是不能上汽车的 大家要去看看今天晚上住的地方 就住在河边 这个环境还不错 就是连结文化公园 有两个 这不是小亭子大家看到了吗 进入眼帘的是一个小亭子 这边是个公园 里工作的非常紧 这边就是小河边 对面就是青山 不错吧 晚上就在这睡好不好 我感觉这个公园晚上也没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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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石头坑 就在坑到我了 就晚上说也可以在这位小亭子上睡 今天晚上要躲雨了 其实我还可以在这上面睡 厕所也不是很远 所以说旅游城市他们的这个设备 设施都是非常棒的 那这边有厕所 两个厕所 就别看这个公园不是特别大 就是它有两个厕所 带大家看下公园 安徽 安徽安徽都积极发展旅游业 如果不发展华山 这公园是可以几点别人进来的 比较不错 这古人建的这个设备挺好看的 因为这个公园是好像是专门停车的用的 所以说他们反正可以随便进吧 具有意思 这边也挺安静的 离马路也很远 现在也没什么人 到河边看一看 很多人在这边钓鱼 这边环境是不错的 要绿地有绿地 这边没小亭子吗 还挺好找的 对我现在去打卡 我卡忘了打 急急忙忙半天 没打卡 晃晃悠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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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悠到老城区 去打游鱼打卡 这边以前老城区是吗 这个那么斑驳 旅游啊 对旅游的 哪里过来的 佛州 我这安徽佛州 对 这边好玩吗 嗯 挺好的 你们这边都可以放这么远 对 你们再放这么远啊 对 那你那里有沿路也充电了 嗯 对 白天骑晚上充嘛 我没再好 不过我所备了 就这样吧 这就是 凉飞 大家好 我现在在一个小河边这边 这边有个桥 这边有座山 然后下来了 就是这边有一个自行车道 然后在骑着这 感觉很不错 很漂亮 今天天气有点阴天 但是感觉还挺好的 来 出发 我刚刚 内存卡满了 把租总锅停掉了 然后我骑到这边吧 就是这种感觉挺好的 又空旷 又安静 有山有水 没有什么人 这河边还有人钓鱼 太阳在西边 我往西这方向走 明天也是往西走 绿油油的草地 住在射线还挺舒服的 射线缓假会不会啊 接下来几个修宁呀 齐门呀 应该都 都挺好的 到头了 哎到射线就不怕没睡掉的地方 有的地方 找睡觉还真是不是那么容易 这种感觉真好 我不知道开起来怎么样 但是我心情都非常好 马上吃点饭去 有点饿了 像他们这种人口不多的县城 就是红绿灯又很少 你这样骑着 多开心啊 啊 我都不想回家了 把爸妈都给忘了 那种感觉 我倒闭倒倒闭倒 倒闭了一天 把那灯卡 弄满了 来 就这 现在这个也挺好的 要把刚刚讲了一遍 就把刚刚要讲的话 重新讲一遍 张鼠 哇塞 我的包掉了 看到我的包吗 包掉了 哎呦 妈呀 捡起我的包 哦 来 在这公园撒个野 其实就是睡在这旁边也挺震撼的 对吧 大山 那转一圈吧 刚刚没有转一圈 然后就匆匆慢慢走了 因为他妈已经耐柔小桥 小桥不能上 让开挺好的 好了咱走了 最近发生很多 神奇的事 我的相机就是 有很多问题 很多有很多观众有 觉得我讲话有时候东一去西剧的 开东西东一出西一出的 那就是因为 我的相机有问题 所以今天晚上10点钟 11点钟下雨 这条路真的还挺多的 今天都可以练成一种 往东走了 冲冲冲 冲冲冲 大家好 这是我在昨天小亭子里面大帐篷 哈哈 这边就是厕所 当了一晚上所长 嗨 伙计们 今天 本来说昨天晚上要下雨的 结果一夜都没下 这边天真好 空气真好 现在太阳没有升起来 现在才5点多 昨天晚上睡了7个多小时一觉 大妈我起床了 我已经早起了 昨天10点10点钟睡的 昨天还没这边娱乐活动有点 有点多 睡的比较晚一点 昨天剪视频也剪了 三个多小时吧 嘿嘿 漂亮 大家随便逛一逛吧 我本来想昨天想睡这个小亭子 就这个小亭子 但是这个小亭子昨天被人霸占了 就是几个小朋友在他霸占了 然后我就没有睡 然后就来到这边了 昨天 跟几个本地的大哥聊天 然后他说我我这样生活挺潇洒的 其实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这种生活 当然你选择这种生活也要付出代价的 每个人做出任何的选择都有利和弊啊 我做这个选择也有付出我的代价呀 但是我自从我旅行过后呢 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就是 我人生中可能不需要太多东西 比如说你看我这出来要两多月 我就那么多东西嘛 都真的不是很多 我这一件衣服洗了又穿 穿又洗 这件外套好像40多还是50多 对吧 所以说我学的我人生现在目前来说 就不需要太多东西了 而且 也不讲比较省嘛 我觉得省钱 不是一件好事 我觉得该花就花 该省就省 把钱用在 能跟自己创造价值的一些东西上 那才比较有意义 所以现在我就是 活的比较简单一点 衣服还是那几件 我就之前也是啊 之前我就背个包 就出门出了一个多月 然后我就觉得 我干嘛要花钱买那么多衣服呢 我干嘛要花钱 买那么多东西呢 重点一点就是 花钱无所谓你知道吗 重点是 我最讨厌整理衣服 就是 有时候你买下来就开心了 当你整整理起来的时候 那可能就是你的反倒就是你的负担 哎呀怎么那么乱呀 家里怎么 怎么这样 怎么那样呀 又很头疼对不对 我一看 我现在一看到家里东西乱 我就很烦 所以说我买的东西也给我带来了烦恼 所以说我现在也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换个思想 换个思考 最填充自己的世界 哇这边 这边天挺漂亮的 马上要下雨了 平常8点钟要下雨 瞧到对面也是一个公园 哼 你要手晒的 这就是我的荣耀 这叫万年墙 这名字比较好记忆点 昨天有个本地大哥说他们在这边做生意 做了二三十年了 然后就觉得现在生意真的不好做 以前赚钱很容易 现在赚钱太难了 实在变了 你用传统的思想去做生意 是没办法的 你看我 我讲你我讲你心里话 我也不喜欢跑头露面 每个人都不喜欢跑头露面 就是触阳相 刷丑 刷白痴 刷智障 我也不喜欢 但是 人 但是现在就靠这个能赚钱呀 那怎么办呢 能找一个让自己赚钱的东西 很难的 对吧 现在都知道当主播能赚钱 能赚大钱都翻身 让世界看到你 特别像我们这种家庭不是 不是很好的人来说 这是一个唯一一次让世界看到你的机会 这是唯一一次让你翻身的机会 你抓住就抓住 你抓不住就 就飘走了 对吧 我一个人拿着一个相机就是骑着一趟电行车单枪匹马 没有什么团队 也没人能够出谋划策 我每天就是聊东西 我都要想一夜 我还不知道第二天我要聊什么 你说我压力大不大 我压力也挺大的 如果我不做这个自媒体 我不拍视频的话 我这个一个人居然闲逛 我是很舒服的很轻松的 我没做这个东西就是累的 又是脑子 除非 里面有 除非 你后面有很多的团队支撑着你 要不然 你也是挺累的 今天是我流浪的第三天了 一个多月了 下个城市就是黄山市了 屯溪和辉州区 33天了 快一半了 我之前 我说我一个人汽车店里面车出来 到安徽人走一遍的时候 很多人 包括我身边的人啊 就很多人想不可能 走不了 路上危险 还有没有电怎么办 车坏了怎么办 很多很多问题 其实我都有 应对的一些方案 没有电 大家已经看到很多没有电的时候 我怎么办呢 对吧 如果车坏了 接下来我会告诉你怎么办 不是 很多东西都是你想象出来的 对吧 你当你想象出来 有一些困难的时候 你自己内心就打腿堂鼓了 对吧 如果遇到困难 我没冷静下来 解决问题 其实我也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一个人 真的 那我是个比较难 我还是比较色孔的一个人 看到很多人 我还是挺紧张的 我名字没有乱取 我真是紧张兮兮 就说 怎么办怎么办 不知所措 有时候 你看 有时候大家能看出来我讲话的时候 很少看镜头 就这样拍 很少看镜头 就是因为我还是有一种羞涩吧 就目光对接那个感觉 但是我还在锻炼自己啊 就是让自己变得更优秀 让自己变得更好 对不对 我还希望每个人能越来越好 每个观看观众的你 即便你没给我关注 即便你没给我点赞 我还是希望你过得越来越好 我们都是一家人 前面一座大山倒 倒映着 其实早晨的时候就静静西场 日圆美景还挺好的 很舒服很惬意 一言自得 这对面很多的都是 旅馆饭店 我还在寻找人活的意义是什么 就是 马上要剪视频了 把事情剪完 充充电 昨天充电宝用了很多电 然后马上正在充充电宝 明天大家都上班了 祝大家工作愉快 爸妈你看这个亭子 这样看挺好看的 也带着我爸妈出来玩 我爸妈现在能看到我视频 一个人独享一个大公园 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就是 你觉得怎么样 当你骑得足够早的时候 你又能 霸占整个公园 放肆 撒椅 就这个小小的公园 有两个厕所 有大的有小的 旅游城市就是不一样 而且他们也很干净 而且他住一个这样的公园 都配备好多个 打扫 打扫的阿姨叔叔 就保持着这个公园的干净 漂亮 整洁 这就是旅游城市的好处 你看 其实我昨天游的小公园 在这上面睡的 在下面睡也可以 就昨天没有下雨 我不知道这个叫做什么 是观景台吗 很好吧 陶行枝 就这样一个小小的 小公园 能给很多人带来很多温暖 你知道吗 就昨天下午的时候 有一个这边找工作的一个人 以前我也是啊 以前我在合肥的时候找工作的时候 就是找不到工作 找不到很好的工作的时候 一个人也是 偷偷的躲在公园里面玩手机 有的人就是 工作一天晚上心情不好 然后他们也会选择 躲在公园里面 躲一下 放松一下 其实公园真的是一个很温暖的地方 你自己想想是不是 是吧 把吗 漂亮吧 我这个相机也没什么电了 马上也要给相机充电 马上我要剪视频 我要锻炼自己的胆量 就是 在人群多的地方 拿这个自拍杆自己自言自语 也需要锻炼的 今年我就跟自己说嘛 大破大力 开大民族当中 别人怎么看我 别人怎么说我 只要我不害别人 不坑别人 我不危害别人的权利 权益 别人怎么说我那是别人的事情 就像我今天穿的衣服很脏 有人会觉得啊 你身上怎么穿那么脏 这是我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 你穿的再干净 身上都有灰的 对吧 脸写的再干净 脸上都是有满虫的 只是多与小的问题 不要太在意别人讲的什么话 对吧 至少咱当个善良的人 当一个 不危害别人 权益和利益的人 我也不清楚这个是什么东西 看来看不懂 每个公园也是不一样的 每个人也是不一样的 真的 所以说每个公园带给我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 每个城市带给我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 即便他们很像 即便他们建筑也很像 即便他们的房子 人讲话的口音 声窝吸塑都很像 但是还是不一样 比如说 你娶着一个双胞胎老婆 然后你小姨子 大姨子 对吧 你还会跟着 哎 他俩还是有点不一样的 要发现他们的独特之处 发现好发现美 发现不一样的自己 发现不一样的自己 昨天晚上我就在这个位置 昨天晚上我就在这个位置 剪了三个小时视频 我车就停在这个位置 今天假期最后一天了 爸妈 你们要吃好的呀 不要担心我 我能好好照顾自己 你看我这出来那么多天 也没有生病对不对 即便淋雨即便 睡在公园里 我也没生病 我也不好好的吗 我天天拍视频 每天上传视频 没人能看见 对吧 好 我不聊了 我去剪视频了 现在几点了 我看一下 6点10分了 6点10分了 我要剪视频了 马上从帐篷里边 拿个小椅子出来 在那边剪 今天 希望不要下大雨 下条雨完了结束 你不要下大雨 希望你能爱我一点 黄山石 好不好 好 谢谢大家 我们黄山见